小黛 温总 湛总 温暖姐走了 不过她是完成了手上的工作才走的 湛总 那个 你 你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 行了 行了 我没有想要把她叫过来加班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的 她只是交代了工作上的几句事就走了 行吧 我知道 湛总 温暖姐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 可能生病了 你千万不要相信大家说那些话 温暖姐虽然平时很冷 但是她心很善良的 杜行彤那个事跟她没有关系的 你放心好了 关于这个事情 公司一定会统善处理 你说这温暖也是够倒的 之前呢 刚结束 以着整整整整整 结果又摊上一个这么大的 而且她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 跑到杜行彤家里 不就等于是顶着脑袋去挨罢了吗 小吴贵啊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 一定恨不好 但是你总是要长大的 不要遇到了问题 就永远躲在你的壳里面 加油 你这手指他怎么摔这么瘦 小暖 你起来了吗 我进来了 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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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推出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的 对不起 我再开会 你没事吧 那两家公司的调研评估怎么样 还在进行 主要是对方公司的项目评估和企业太多了 需要花费一点人力和时间 那这样 温暖 从现在开始你来协助高方 把这个事情做好 是 行吧 咱们今儿就到 嗯 先说了 温暖 有些事情先放一个 别让情绪改样 打起精神来 把这个项目尽快做好 知道了 对了 昨晚 怎么了 没事 你去忙吧 是 是 但这次公司发行的债序的条件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机会十分难得 所以我们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那个 您看您还有哪儿不明白吗 您好 我是代中财务部的温柔 是我明白我的同事没有跟您说清楚 我就直接跟您说吧 如果我是您 我现在一定会大力抢购代中公司的债券 因为代中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都不会再次提供如此好的赚钱机会 好 那我等您今天的回复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好奇怪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还有将近三十个电话要打 如果每通电话你都给我花四十分钟 你告诉我你能打几通 还有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 直接告诉那些券商他们想听的 其余的不需要你们解释 好 董事长 这你刚到公司 就给你这么大的工作压力 确实是我这个做老板失职 但是 各位 虽然说刚才温总监情绪有些激动 但是 他说的每一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希望各位在将来的工作 过程当中可以引以连接 好吗 好好好 好 你看啊 这 新冠上人三把火这道理我是懂的 对吧 但是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呀 林响啊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形象 你还是要维护一下对不对 我形象怎么了 他们做错事我就得让他们知道 难道带出时间是让他们再浪费了呢 行行行 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去吧 我错了 行了你不用操心了 现在年轻人心里速度没那么差 没事 我天哪 你这还不能操心呢 你说给你找出别不容易 对 能力得强啊 这性格还得好 还得挨住你吧 这不好找啊 还必须得帅 真是关键 不过这马上就要开始面试了 我倒真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说的那样 能力强的人 真是 你给自己西方太炸了 这西方越大 世方也就越大 我觉得不太好找 好 说正经的吧 我觉得你跟你妹妹啊 我怀疑是不轻生的 你说你月亮的性格 高不低 对吧 一大一小 对了我跟你说 你不提我妹妹还行 你一提行呢我就 不是 我又不是 你说 怎么了我 你说你在小姐身边 这么多年了是吧 我也没有少给你制造机会 你非但没有追上他 你还把他越推越越 不是你是猪嘛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跟他认识真正表白呢 我八个是只猪了 猪还没那么些个烦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